这里就是曹操载夜城建的铜雀台 位于今天的邯郸临璋县 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后 在此处迎建夜都 修建了铜雀、金虎、冰井三台 据记载铜雀台原台高十丈 台上建有五层楼 离地共二十七丈 窗户都用铜罩装饰 太阳一照流光照耀 这里是曹操修建的转军洞 据说曹操用这个转军洞 方便城内外调动军队 这里原来据说有六公里长 现在也只有几十米了 曹操既是政治家、军事家 又是一代文学家 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文人 喜欢在铜雀台欢宴时赴诗 曹操就登台写下了著名的登台妇 曹操用重金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文基 就是在铜雀台接见并宴请了她 蔡文基便在此演奏了著名的《胡家十八拍》 诗人杜牧在他的赤壁中写道 春风不与周廊辩,同却春深锁二桥 叶城作为六朝都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 是林璋享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美誉